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我們這集就跟大家更新在5日, 到底有幾多女客來了香港,來了澳門? 根據香港入境處的數據顯示, 過去5日,五日黃金周, 大陸旅客來到香港人次,累計是76.6萬人。 不過,跟政府一開始預計的80萬人來香港, 就有點不夠數。 為何呢?可能是受到暴雨的影響。 不過,跟去年2023年相比, 大陸旅客升幅接近兩成。 去年,五日黃金周,只有625,000人次來香港, 即是說,今年一共多了14萬人。 而來到香港的海外旅客, 就有137,669人次。 同去年的80747人次相比, 是增加了不少。 即是說,今年的五日黃金周, 香港的整體旅客一共有903,848人次。 相比起去年,一共多了四成那麽多。 因為去年是不到65萬的。 不過,今年這個數字都算是這樣的。 因為,在暴雨的情況底下, 和他們預計的數字都只差了3萬。 如果沒有暴雨的話, 應該這個數字會比想像中更加好。 但在這裏你都要知道,政府做了些什麼? 政府在這時候做了煙花表演。 煙花表演是吸引到些人過來看的。 另外,同一個時間,在五一, 就有五月天的演唱會。 五月天的演唱會, 你當它這麽多日加起來, 應該都可以吸引到不少女客來到香港看的。 所以,有這個數字就不出奇。 看完香港的五一黃金週數據之後, 再看下澳門。 澳門這裏都好旺, 旅遊區是有做人潮管制的。 今年在澳門頭4日, 就已經有53萬的旅客來到澳門。 是超過去年整個五一長假的總和。 業界就預計在五月份的賭收, 將會按月升一成左右, 或者有機會五月份的賭收來到200億澳門幣。 是災倉疫情之後的新高, 而經營16泡賭場項目的實德環球副主席馬浩文提到。 今年五一黃金週, 其下酒店的入住率已經去到九成或以上水平。 對整體表現非常之滿意。 根據澳門政府的數據, 五一黃金週一到四毫一共有243萬人次出入境。 按年上升11.6%, 累計有53.2萬個旅客來到澳門。 而5日截至下午5點, 單日入境和出境旅客分別各有5.6萬人次。 根據資料顯示, 2023年五日黃金週, 澳門入境總旅客有49.3萬人。 即是說頭四日已經跑到上年五日的數。 如果按照5.6萬加上去計算, 好有可能, 澳門整個黃金週是超過55萬的旅客來到澳門。 十六毫方面表示, 五一黃金週頭三日, 旗下酒店入住率已經去到九成水平。 至於正低日子預訂率也有去到九成以上。 對整體表現非常之滿意。 說在預期之內, 他說由於旗下酒店附近沒有商場, 再加上受到崎嶇路面影響。 他在這裏所說的崎嶇路面, 當然是說你整路啦。 暴雨天氣也為他們帶來一些很大的負面影響。 如果沒有受到天氣影響, 相信表現會更加好。 而黃金週當期入住爆滿的情況都非常之多。 我們十六毫方面講道, 每日來到澳門的旅客數字是達到十幾萬的啦。 但澳門市場整體只有四萬多的客房, 有時想住都住不了。 而他亦強調當地酒店房間市場還未飽和。 當地政府對於新建酒店亦有時間表, 每年仍然有少量賣地招標等等。 說相信澳門酒店仍然有增長空間。 而上個月的賭收已經叫做好過預期啦。 澳門博監局之前公布啦。 4月份,澳門的賭收是有185.45億, 按年增長了26個%。 按月反而跌了4.9個%。 而今年頭四個月累計賭收增長已經增長了53個%。 去到758億的水平。 而大行高盛表示, 4月份的賭收已經恢復到疫情前79個%的水平。 主要因爲臨近五一假期大協賭收復甦。 特別是4月最後9日, 每日的博彩收益是去到6.72億一日, 高於4月頭一個星期。 去到5月份, 十六婆方面預計5月份的博彩收入好大機會挑戰200億的水平。 即是創了疫情之後的新高, 他預料會按月上升超過10%是超出200億的, 甚至5月的賭收是有機會去到210億。 加上早前中央在五一黃金周前夕公布了6項措施, 是進一步便利內地人員出入境, 同商務來往, 包括來港澳的人才簽註政策。 亦都有由大灣區外地城市的簽證, 擴大對北京和上海。 還有來澳門香港的商務簽, 停留期間是由7日增加到14日, 相信對澳門賭收是會帶來正面影響。 這裏我跟他的看法是一樣的, 中央的6個措施對澳門來說, 其實的幫助是會很大, 因爲這6個措施等於是有一群人可以來到澳門賭錢, 可以去到香港做事。 還有,可以搞到這些所謂的人才簽証, 又或者是所謂的商務簽應該都是叫有些錢的。 不過,你亦都不能夠排除有部分人是拿商務簽過來澳門做黑工, 商務簽就買回來的。 這些你排除不到, 因爲一直都是有的。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, 按照現在的數據來看, 他說酒店方面想住都無得住, 不用擔心的。 如果他在澳門不過夜的話, 其實他們是會出回去大陸那裏住的。 他在珠海那裏住, 其實很便宜, 還有, 遲下, 橫琴那裏可以團進團出的, 那班人可以住橫琴啦, 就靠澳門旅遊業去帶動橫琴啦。 不過我又比較好奇啦, 你在橫琴那裏團進團出, 對於住在橫琴的人, 日日出入境, 到底有沒有影響呢? 如果你團進團出, 搞到關口無論什麼時候都好逼的話, 其實找著那班居民來搞, 不過看回賭收啦, 五月份去到二百億啦, 那其實今年澳門政府應該就好大機會可以收支平衡得到的啦。 而今年五月份就有六項措施出到來, 可能去到年尾, 澳門的賭收會更加之好咩。 至於他說旅客想住都沒得住咯。 大家又怎看這一樣東西呢? 下邊留個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